乌拉圭VS法国,今晚会不会2比2点球大战过后6比7,乌拉圭和法国打成2比2法点球,这个剧本有意思,但是,难度很大,首先,乌拉圭队原本进攻能力就很一般,主力前锋卡尔尼又伤停确阵,另一名主力前锋苏亚雷斯也疑似在训练中受伤,这种情况下,球队的进攻能力大幅度下降,如何攻破法国队的大门? 还得进两个,其次,乌拉圭队的防守能力十分出色,缺少主力前锋的情况下,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拖入点球大战,那么守住不丢球才是他们的终极目的,一旦丢球,以他们现有的攻击力很难追回来,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多丢球,所以,这场比赛法国小胜的概率更大,其次才是平局,比分0比0,0比1。